Hello,大家好,我是雞翼達人 最近收到網民Alvin問 會不會煎紅衣魚 還有,Alvin很有要求 皮不能脫 而且尾是脆的 皮也是脆吃的 今天就等我們一起煎紅衣魚 究竟如何選一條漂亮的紅衣魚 煎前如何處理 紅衣魚才不會容易脫皮 還有,需不需要加生粉 需不需要在魚身上割幾刀 火力如何調教 和多久才翻到另一面 最重要是如何煎魚才夠香 讓我試一下魚尾和魚蹄 哇,超香,超脆 今天去了厚德街市買一條紅衣魚 四個半一兩 這條是六兩左右 大約三十元 之前我和大家詳細分享過 如何選一條漂亮的魚 大家可以看右上角這條片 這條很明顯是紅衣不是瓜衣 它是一條金黃色的線 魚靚,眼睛清淺明亮 魚身有光澤 魚鱗也不會脫爛爛 魚蟹也不會破爛 魚蟹鮮紅 最重要的身是沒有黏液 好了,現在來刮鱗 就算是當主剖了 回家也要自己刮一下 你看到,旁邊這些位置很多魚鱗 通常刮不清 要自己刮一下 用小刀 最好不要用大刀 用小刀 慢慢刮下去 就已經可以了 講開紅衣魚 其實我以前很喜歡釣魚 一到星期六天就出海釣魚 例如果州、天然氣、有釣魚的朋友 就一定知道在哪裏 如果外出比較大風 我們會躲到維港海域 或者在東龍島對出海釣魚 最多就是這類型的紅衣 或者這樣說 最多就是瓜衣 和現在你看到這條的尺寸差不多 通常是五、六兩左右 非常之多 釣魚的瓜衣非常鮮 而且肉有夠實質 刮好鱗 打開魚肚 你看到這裡有一股膜 一定要割開它 對 接著你會見到有條脊骨 要再在這裏 用小刀割開它 你會見到裡面有些血塊 這是腥味的來源 要割開它 把這些血塊全部清洗乾淨 你可以用廚房紙 直接抹走血塊 還有打開鱗 再打開鱗 看看會不會有些勾 會不會有些勾 好像我今天買的有條魚絲 扭著嘴唇 不過我去湯完之後就不見了一條魚絲 不知道會不會有勾 再清洗一下它 把裡面的血塊清洗一下 一定要全部清乾淨 這樣才沒有腥味 現在還有一塊血塊仔 要清乾淨 接著就可以塑乾表面的水分 接著在魚的表面 灑1湯匙的鹽 醃30分鐘至1小時左右 因為鹽會幫助抽取肉的部分水分 所以就可以連腥味都抽取出來 而且將多餘的水分抽取出來 肉就更加實淨 沒有那麼軟 在醃中之際 等我做點魚的醬油 最重要是找水 把芫荽頭和蔥煮一下 讓它出味 再加入醬油、糖、蠔油、酒等等 待會就可以拿來點 醃好清醒表面的鹽粉 其實魚肉裡面的水分越多 越容易在煎的時候滲水 越容易脱皮 所以用鹽醃可以抽取多餘的水分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 將魚包裹著 吸入表面多餘的水分 而且魚肚裡面的多餘水分 都要吸走 還有鍋條魚煎之前 要攤在室溫大隔十多分鐘 如果太冰凍放進鍋裡 令鍋吸收降溫 很容易脫皮 最好就像現在這樣 用廚房紙包著魚 淋煎之前一刻 才解開廚房紙 最乾身 煎魚只要鍋夠熱 不容易脫皮 不過如果真的很擔心 可以做個保護膜 可以在表面薄一層薄薄的生粉 又或者有些朋友喜歡蘸少少蛋 其實也是可以的 另外如果魚身過厚 就可以在上面割兩刀 令它容易熟 不過一般紅衣魚是6至10兩 魚身不是很厚 不需要這樣做 割了反而令魚油流失 魚有一定的長度 鍋要夠大 如果鍋太細屈住條魚煎 一定很容易煎爛 另外一次煎三條紅衣魚 鍋很細 因為連鍋鏟都不夠位置 放下去鏟起條魚 一定是烤爛條魚 所以這裡就要留意 以用到平底鍋 就最容易處理 另外煎魚之前 當然要把鍋清淨 沒有水沒有油 我之前見過有朋友 炒完菜後 放條魚下去煎 一定是脫皮 因為殘跡會黏著魚皮 講到最重要的一步 鍋一定要燒熱 尤其是大家用生鐵鍋 要燒至熱出煙 才下油 鍋熱下油 油熱下魚 魚皮蛋白質 會因為熱力而凝固 令它不黏鍋 另外油不能太少 大約5茶匙 不容易焦 不容易脫皮 另外油落後 要拌勻全鍋 要拌勻大圈 因為魚有一定的長度 有些朋友下油後就算了 怎料魚放下去 尾巴突出 黏在沒有油的位置 尾巴會黏住鑊 另外拿著魚 慢慢放進去 不用怕彈油 你可以戴防疫面罩 有些朋友怕彈油 整條魚的線 一線 整塊皮都脫掉 一開始的時候 用大火 幾秒後 轉到中小火 煎3分鐘 另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是 頭2分鐘 不會翻 因為一翻 蛋白質還未凝固 很容易會爛皮 不需要擔心 其實魚是不容易被煎焦的 現在看到 煎至2分鐘左右 基本上現在的皮 應該是不黏鑊的了 我們可以首先 把油斜斜地 推向下煎魚頭 要看到有些水分出來 有少少彈油 要留意 另外把油傾到後面 炸一炸魚尾 一會兒魚尾也要吃 對嗎 好了 又可以打漬試一下 炸一炸魚尾 讓它脆口一點 這時候 其實你可以 把火調到中大火 你可以試一下 搖一下魚尾 你會發現 其實是可以動的 即是說 那塊皮 你反的時候 是不會爛的 沒有問題的 調到大火 現在就要 用大火3分鐘 煎香 那塊皮 其實煎幾十秒 那塊皮已經很香 你見我再一次炸一炸 因為它有很多水分 我已經開了大火 現在我大概煎了4分鐘左右 準備翻去 你可以用鑊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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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鑊 煎了3分钟左右 现在转大火 煎香另一边 链铛也是可以动的 煎香 转大火 煎香就可以上碟 煎大约半至1分钟左右 就OK了 全程煎8分钟左右 鱼一定熟熟 表面很香脆 香煎和三鱼就完成了 皮很香 鱼肉也很甜 鱼味和鱼鳍都脆脆 鱼鳍特别有香浓的鱼味 大家不妨试一下 最后再加少少少 醬油可以点来吃 如果喜欢脆口吃 也可以点沙律酱 今天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这次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很需要你的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 下来